今天是一个沉浸式的午饭吃播 我都要流口水了 哈喽 到了我吃午饭的时间了 那今天吃的是青食 我中午特别特别喜欢吃青食 因为我觉得东西的品种非常的多 而且又好吃 关键是还不容易胖 那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次点的一个烤食蔬的一个外卖 它有鸡肉 有鱼饼 还有胡萝卜 还有鸡蛋 这是糖心蛋 还有这是南瓜 当然蔬菜的话有减脂的西兰花 边吃当然要边喝了 这个是草莓牛奶 然后是昨天在印尼鲜莱吧里面送的 我真的超爱吃青食的 因为真的一份青食里面的东西种类特别多 花样有很多就很让我满足 然后我这次点的那是鸡肉 这个是香辣烤鸡肉 吃饭先吃肉 这个是糖心蛋 我真的超爱吃鸡蛋的 各种做法的都爱 这是一个鱼饼 因为鱼饼也非常的Q糖 然后这是烤土豆 它这个土豆也烤得很不错 至少是那种外焦里嫩的感觉 还有这个千叶豆腐 可惜这一碗里面就这一片千叶豆腐 胡萝卜也可以多吃一点 因为含有椰黄素可以保护眼睛 还有很多的菌菇 来尝一下这个草莓牛乳 咸的吃多了当然要用一点甜的来丰富一下我的味蕾 今天这顿午饭呢就是这么简单又健康 像南瓜这种碳水类的东西 那就最后吃来点点鸡 好了这顿午饭就先暂时over了 因为我会把整一碗都完全消灭的 拜拜